好 现在首先呢 政治要为来到报给你知道 国民党的立委提名出选 心肺大战结束了吗 可是马上啊 大家会觉得说 许晓星胜出了 阻断立委废红台 六年霸的连任之路 同样也要挑战 内湖港湖的立委出选提名 同样也是给挑战立委提名的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他也是想要争取嘛 但是呢他会觉得说 世代交替真的有办法吗 所以呢游淑慧 受到了许晓星 很大的一个激励哦 他说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守 也代表支持者想要看看 国民党从温和变成战斗篮 这次巧新在党员投票跟民调 都取得胜利的 这种双胜的情况之下 确实跌破了很多 党内资深前辈 事先的评论哦 我想巧新的胜利 应该跟南投补选的 这个案例摆在一起看 这代表着选民 求新求变的这个心态 不只希望看到新面孔 更希望看到新作为 过去国民党被认为比较不善战 只擅长防守 但许晓星给党内人带了一条新的路 新的方向 那就是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守 不断的向前进 才不会后退哦 那对于我们这些小挑战者 或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一些作风来讲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代表说支持者是乐于看到国民党这样的转变 从温和变成战斗 从这个保守变成竞取哦 过去国民党都被形容成一批羊 我想羊要蛻变 要先从第一只羊开始哦 巧新已经蛻变了 那昨天晚上也有很多人传讯息给我 希望港湖也可以再创一次奇迹 我们希望2024的所有候选人 国民党的候选人不再是一样 而是一群可以团结合作的这个战斗篮 国民党的松信区的立委出选 是由徐晓星出现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都认为说 国民党常常在2024立委选战当中 松信的选区一定会赢 他还分析说为何徐晓星党员投票 会赢过费洪泰 隐含这意涵其实是头一个能够帮助 总统候选人的站脚 这个地区他其实大家都认为 台北有三个比较蓝的险境 松信 大昂 文山 那这个区其实如果以明年的投票来看的话 国民党不管提名费洪泰或习小军都会赢 都会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的母鸡很强 那我觉得说这次习小军 他打空洞打得非常漂亮 他很多的动作让大家解释说 他是人战的 那这种人战的氛围 就大家会觉得说 那富翁太不当了三十年了 那到底跟习小军比起来谁比较人战呢 那刚好眼前就有一场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七年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大胜 那这场选战谁打得最漂亮 台北市议会啊 王鸿威 习小军 对不对 游淑会 大家看到不是就这样吗 习小军有个动作做得很漂亮 一选完 他马上开始表现他战将的那个 马上开始攻击习书花 那这个其实是一翻两瞪眼了 习书花讲很多话 只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明明就没有来啊 你就是薪水小偷啊 对不对 就说因为你做了很多辩解 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过去这种议题的导向 都是民进党在导的 那现在因为民党执政 加上国民党战将辈出 他把这议题拿来抛一个 打打完了以后要再抛一个 哇大家一看了 目不暇起又觉得实在好看 就你看国民党 要有这种有战力的人 才有办法打险战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会说我们投习小军 其实我们心中在投一个 可以帮总统候选人 何友宜的人 捕何友宜不足的地方 他其实有隐含这样的意识 台北市议员许晓鑫初选 击败了立委费洪泰 确定代表国民党出战 也正式对上了民进党议员许淑华 而许晓鑫随即就爆料说 许淑华当议员三年多来开会 多次签到就离开了 涉及诈领出席费 还批评许淑华说 根本就是薪水小偷 许淑华是反习 就回应说 许晓鑫当了四年的议员 还搞不清楚议会程序 反强对手要检举的话 就去检举 一般来说我踢爆了他都没有来会议 而且是重要的 礼拜三下午的大会 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有可能涉及到说 有没有诈领这个出席费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正常人的反应 是去检视那几天之后 跳出来说我没有 徐晓鑫污蔑我 可是他完全不敢针对他 有可能诈领出席费这件事情 进行任何的回应 反而把矛头丢向无关的人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认为有其他的议员 也没有来出席开会 你可以学我一样自己寄啊 哦 可是不好意思 他没有办法自己寄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在 他先前啊 就是我说有相簿的时候 他一直说 要把我拍漂亮一点 那我当时我就 在心里我就很想讲说 我很想把你拍得漂亮一点 可是你都没有来开会 所以没想到许淑华的相簿 广告不实 里面竟然没有许淑华 就像太阳饼没有太阳一样 好 欢迎他去检举啊 我可以热关气承的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可惜哦 他当了四年的议员 他不知道议会 签到就是说 礼拜三的大会 大会是两点开始 所以我们大概早上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就会达到下午的议事程序 如果你对下午的议案 你没有任何意见的话 议员有很多事情要忙 好 所以他们可以去地方服务 但如果要检举 就欢迎他去检举 好 我们刚才看到台北市议员 许晓鑫公布的许淑华相簿 长达三年耶 议会收正的照片跟影片 曝光许淑华在大会多次签到 却缺席 许晓鑫透露说 会从2021年开始搜集这些画面 就是原因是因为 焦糖哥哥对他的污蔑 我是因为有一次在委员会的时候 那我的案子处理完毕 后面的是 依程序来说是可以不用到 然后呢我先请假离席了 然后呢就被焦糖 他就去看我们那个直播的画面 然后说 徐晓鑫薪水小偷2450 然后完全不懂议事规则 胡扯一通 然后我就很火大 就从那一个礼拜开始 我就看记我前面的徐淑华 所以其实焦糖搞出来 所以正算是焦糖 焦糖先污蔑我 然后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 第一个有请假 第二个那个时间点是 他是开放出席的 然后他自己不懂之后乱打 然后乱打说我是薪水小偷以后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 那要弄来弄啊 然后我就看我前面的许淑华 想说他每次都去开中场会 就他了 所以就锁定他 一做就做了三年 心肺大战职业数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许晓鑫 跟许淑华的一个战争 许晓鑫过去不是就喊出说 他有一个许淑华相簿 相当的精彩吗 那这个相簿就是 诶 怎么没有许淑华 好奇怪都是市议会的照片 为什么呢 因为许淑华 31次会议 23次没有到 一次是去拿咖啡的 他是他说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许淑华希望许晓鑫把他拍美照 可是呢 想啊 想拍美照 但是拍不到啊 没有人啊 所以呢 许晓鑫就说了 他认为许淑华 是最假面的台北市议员 三年来都是一场骗局 他甚至痛批说 他只是心潮流傀儡 民进党的投票部队 好 那过去呢 许淑华他先标注这个网友 他就说我会认真上班 结果呢 这个相簿有认真上班吗 好像没有耶 所以呢 是不是薪水小偷自有公平 被问到说 是不是呢 因为签到 没有到 还这个一次 是诈领出席费的一个问题 好 许淑华他曝光了他过去的一个 他的办公的行事录 那其实这个记录呢 能够证明什么呢 这个相簿其实也蛮清楚的 就是许淑华的位置都是空的 没有人 所以这样子 许淑华他就是直呼说 他乐观其成吧 他希望许晓鑫来告啊 告他呀 他没在怕的 他还是认为说呢 这是他紧凑的为选民服务 因为呢可能签到之后 就离开议会 就马上去做选民服务了嘛 这是他的日常 不过他就已经被说是薪水小偷了 他甚至呢 就反向许晓鑫 是薪水小偷 所以两个人就 两个女人之间的护针 我觉得蛮可怕的 好 网友就觉得很奇怪啊 网友说人家跟你说A 你扯B 还有没开会就是没开会 还在硬拗 好 那可以看到 其实许淑华他 他真的没在怕哦 就算这个项目非常明显嘛 他就说 欢迎许晓鑫去检举 他可能当了四年的议员 搞不清楚议会的程序 签到之后呢 对议案没意见 可以做选民服务 23次耶 怎么那么多次 好 来看到这个 美调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他也提出他的看法 因为他有做过许晓鑫 跟许淑华的对比民调 他指护说呢 其实许晓鑫赢了很多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在这一次许淑华 几乎没有出席 市议会的这个大会之后呢 被许淑华就是说 搞不清楚议会程序嘛 许晓鑫还反向许淑华说 是把认真开会的人 当成白痴吗 是不是本末导致了 同时许晓鑫更抓包 许淑华直播的影片 跟来宾问答言很大 让他也直播说许淑华 可能真的饥饿 他们就是鼓励大家都不要去议会 他们鼓励的意思是说 都不要审查预算 我们那些像我跟汉庭 我们都是很常出席 基本上每次都在 那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当笨蛋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们说你们好笨喔 你们干嘛去开会啊 像我这样子 对嘛 干嘛去啊 我像我这样最聪明了 去外面服务选民 这最重要嘛 开什么会 我跟汉庭两个人真的是被当白痴 我们认真开会被他骂 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 是不是本末导致了呢 我们作为议员 不是就应该要审查议案吗 不就应该要审查预算 这才是我们的正职工作吗 结果你自己不做也就算了 你还去骂别人 你还去骂那些有认真 在上学的人 在上班的人 所以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 然后他说薪水小时候 他只是用了我的名字而已 那你用了我的名字 但是你找不到任何一次说 我签到但缺席的记录 我要告诉大家是可以请假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 你说做议员好了 也可能有事情 比如说有桑架有私事 那你就透过正式的公文说去请假 请假完以后上面那个板板 他就不会亮你的名字 代表什么你没有签到 你没有领这笔钱 那当然OK 可是拜托三十几次的缺席记录 这三年来你几乎都没有去 人家可能一次或两次 你这个是三十多次的记录在案 真的是你完全没有任何借口 可以去逃避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大概不晓得 我会在他后面拍了三年 所以代表我三年都在 好可怕 我每一次就我每拍他一次 就代表我人在嘛 所以说他说我是薪水小偷的时候 那正式 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是薪水小偷的话 我就拍不出这个影片了 因为我拍影片代表我人在现场 所以我拍下影片 是他的不在场证明 是他的缺席证明 同时也是我的出席证明 他好像有点急了 所以呢他就拍了一个影片 跟大家说 我们很认真的在做选民服务 可是呢没想到他有一个被我发现 在1分18秒的时候开始 他先写 因为那个隔壁的人打不出来 他们两个聊天没说好梗 所以他就先写小超说 叫他讲说很多民众来问他初选的事 然后就写在纸上给对方看 说赶快讲这个初选 然后对方念出来以后 他才说对啊 是不是很多人来问我这个事 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演的 所以这种自导自演的这个滑倒 这个滑倒的这个过程当中 让大家看的都是笑掉大牙 所以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 或许有时候看起来 你就说好像很清新 可是他们是经不起检验的 你实际上去检验他们 就会发现真的是漏洞百出 股票